上個禮拜的部分的話大概就是基本的架構 所以從網站 網站的網頁 一個網頁可以快速的轉換成APP 然後再到就是說 實際上它的差別在哪裡 你回想一下 其實第一個 開新網頁的時候一定要選HTML5 如果你不選HTML5的話 是做不出來的 那實際上就是利用HTML5代 第五代的那個 一個好處就是說它有支援什麼行動裝置 那實際上有支援行動裝置的話在手機上面 它就具備有相容性 那只是說差別是怎麼樣 雖然有HTML5 但是你的有一些像一些特效 或者是一些版型 那如果要用HTML的那個語法做的話 其實也會花非常多的時間 所以這裡面的話第二個 我們會用到 所謂的那個JQuery Mobile 有沒有 所以在那個 我們 設計這個 就是 Dreamweaver打開的時候 你要特別注意 請你把這個上面改成什麼 改成傳統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改成傳統的話 它的那個面板 JQuery MOVA的那個面板 就會 不顯示出來 那 怎麼去顯示 當然你可以從視窗裡面去調整 不過 你要把它調到旁邊去 我覺得還是不方便 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其實就是怎麼樣 改成傳統的 那因為這個傳統之後 各位可以在上面可以看到 這邊就會出現 JQuery Mobile的面板出來了 這樣是最好找的 這個是我用了很多次 發現 對 用這個方法最簡單 不然的話呢 其他 不過書裡面 它不是叫你用這個方法 書裡面是叫你去 去那個視窗裡面 把那個面板叫出來 但是我覺得那個方法太麻煩了 因為你有時候你要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到哪裡 而且如果你不是常常用這個軟體的話 你恐怕容易忘記 所以我覺得最簡單的方法 就是利用什麼 利用傳統的方法 OK 就可以 很快的幫我們做出那個 JQuery的效果 那JQuery Mobile裡面 利用它的頁面 那其實就是利用那個 JQuery Mobile 它的好處 就是說 它會幫你 加一些 這個所謂的那個 CSS的版型 設定 然後像那個 我們裡面 不是有加 Netbar Netbar 它就很快可以有個 Netbar 出來 那裡面還可以去加一個 ICON 有沒有 那ICON的話 裡面有內建的 總共好像有17個吧 那你17個 我在那個雲端 白板裡面有放 哪17個 反正你就這17個 如果是標準型的話 就這17個 那可不可以再擴充 當然可以 只是說 你要擴充的話 你就要去修改一下 它的那個 JQuery Mobile裡面 內部的那個程式 還有就是說 你的那個 相關的設定 要稍微做修改 那可以 擴充的還 還蠻大的 其實這裡 不過這裡面的話 恐怕 要多做一點事情 答案當然可以 第二個的話 它裡面還有一些什麼 顏色 比如說ABCD 到E 到E 你不要再填F 沒有F的 所以你這個地方 它就是 黑 藍 銀 灰 黃 反正就是 這幾個顏色 標準色 多的 沒有了 就這麼多顏色 那如果說你要擴充 你想說 老師那這個幾個顏色 好像太呆板了 看起來感覺好像 不那麼好看怎麼辦呢 可不可以擴充 當然可以啊 在JQuery Mobile的網站上面 有提供一個 讓你制定顏色的 一個 網站 那你只要把那個顏色 設定好下載下來 放在 你的JQuery Mobile裡面就OK了 但是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好了 就是 可以再更改版型 比如說你喜歡 黃色系的 那你就去找一個 黃色系的版型 你喜歡 米色系的 或者喜歡 紫色系的 反正什麼色系的都有了 可以做出非常漂亮的 一個效果 或者兩題 反正就是不同的那個範例 然後呢 我們來看 那你可以在STD裡面看一下 這個是原來的那個網頁的格式 網頁裡面的話 大概就做出像這樣 那以前的網頁 不外乎就是一個什麼 一個圖 一個標題 然後呢 這邊有一個超連結 你可以點擊一下 綠島機場 假設這個是綠島 如果你沒去過 的人想去的話 那你可以幫他做個導覽 點擊下去 他會跳到下面 實際上他這個是一個 有點像是那個 書籤 夜籤的概念 就是說你可以跳下 然後再回導覽列 再點南寮渝港 才就跳下來 然後這邊有南寮渝港 OK 然後 這個是一個 對於 遊客 遊客一般是搭船 搭到這邊來 然後也是最重要對外的港口 暑假忘記的時候 這邊絡意不絕 OK 好那回導覽列 另外的話呢 還有什麼 朝日溫泉 這個好像是國際性 非常有名的 泡個溫泉多好 一直想要去綠島 可是一直都沒有機會 想說再過個 看今年有沒有機會 有時間的話 大概三天連假 三天嗎 可能要三天 好像要先 先要搭車到台東吧 不然就要自己開車到台東 不過開車到台東 其實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 之前 最近一次去是因為跟一個朋友 他去那邊跑馬拉松 我想說 他一個人去不安全 我說我陪你去好了 我們就輪流換手開車 開到那邊去 真的是 至少開個 六個小時有吧 OK 而且開超久的 所以 最後的話 去的話是從 花東 然後回來又繞一圈 想說 花東實在太遙遠 而且那個路又難開 想說 要不就換一條路 從南回 再到回到高雄 然後呢 再從高雄 再接高速公路 回到 回到台北 回到北部 哇 整整就是一圈 環島一圈 大概 開了1000公里 所以其實 現在好像也沒有一條 比較便捷的 公路可以直 直達那個台東 所以你要去 綠島的話 恐怕就沒有那麼方便 那是不是將來不知道有沒有一個 這邊好像也沒有機 有沒有機 有遇到機場 你是不是有班機直接 飛到這邊 不過我想應該飛那個機票應該也不好買吧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是網頁 那如何把它變成App 這個是我們今天要講的一個重點 當然總共會有四個景點 比如說你今天要介紹四個景點 其實我蠻強烈建議各位 現在因為自由行旅遊非常的旺 所以其實你可以在這部分的話做一點事情 我想你的曝光率會很高 或者是說間接的 做一些其他 如果你有跟這方面產業有關係的 像旅遊業的話 或多或少這部分的行銷其實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現在 像自由客 只要到任何地點 他都會去搜尋 相關的App 當然我也不例外 我蠻喜歡到處亂跑的 如果到某個地方我就搜尋 會發現 如果做得好的話 我會把它保留 而且那些App 其實都提供了 大量的 有用的訊息 對於 觀光客來說非常有幫助 當然他也會跟什麼東西結合 跟Google map結合 比如說你這邊有一些相關說明 最後還是非得要做一些 比如說 那個 就是地點的導覽 或者是更多訊息的話 通常還會再連結到Google map 所以這部分的話 也許我們後面還會再提到 如何跟Google map做連結 也就是你點擊之後 還可以跳到那個Google map的畫面 讓使用者可以再進一步去使用那個Google map 也可以再跳回來你這邊 兩邊是可以相連通的 也許你可以把它牽進來 也許可以把它外部連結 其實都辦得到沒有問題 那也就是將來大量的地址 大量的什麼 你都可以外部去連結 Google map 讓一般的使用者可以去連結到 更多的一些相關訊息 OK那首先的話 我們大概知道一下這個的架構 那怎麼樣可以做出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 設計出一個 再把它縮小 那它的基本架構大概就類似像這樣 顯示出來 大概也不一定完全長得像這樣 就是上面可以用一個 一個 我們的夜守 有沒有這邊有個夜守 然後中間的話也許放一個List View 就是我們上個禮拜講的 那中間再插入一張圖 這個裡面當然也可以再連結到 每一個 需要去的地點 然後呢 再來就是說下方 會有一個這個 這個部分的話呢 實際上是一個導覽列 不過導覽列部分的話 我是把它放在哪裡呢 放在夜尾 所以 特別注意上個禮拜我們做的那個頁面 有沒有 我們只有夜守 夜守 跟內容 那這一頁特別注意喔 需要一個什麼呢 夜尾 OK 所以夜尾的部分是放什麼 放這個東西 那但是還有一個問題 其實呢在捲動的時候你會發現 奇怪捲動為什麼它捲動到最下面才看到 不過一般手機 大多是什麼 直接就幫我固定在哪裡 固定在下方 其實 這個是還沒完成 應該是幫我放在這裡 當它捲動的時候呢 它永遠都在這裡 固定在下方 這個效果要怎麼做出來的 那也就是你點擊下去 比如說綠島 應該這個也要移動到下方 反正不論如何 它這個東西就會 黏在 下方 那這個地方該怎麼做 我們這個地方 我只是做一個demo 這邊有個回首頁 HOME 有沒有 回首頁 就回來了 顏色部分的話呢 當然你也不一定要是黑的啦 我覺得黑的感覺好像 不好看 所以如果你現在改一個什麼 改一個別的色系 不過別的色系大概就是五個顏色啦 其實說你說五個顏色 但是真的能夠辨識的大概也只有 黑藍 銀灰好像看不太出來 銀灰跟白色沒什麼兩樣 然後再一個黃 好像就 這麼 幾種顏色 那有沒有辦法更多 我們也可以再把這個部分的版型再設計一下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各位可以看一下練習檔 第一個先把它下載 第二個的話呢 我想你們可以再到 我們的那個 App開發的部分 去找一下最後我們的雲端白板 雲端白板裡面 那今天我們主要是針對那個 106 106 當然 我們上個禮拜主要是102啦 另外還有就是說 如何註冊那個 FoneGap的帳號 就是那個網站 還有就是說怎麼上傳 上傳這邊好像沒講 這主要是註冊啦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就是來看那個 106 所以你106部分的話 可以把它打開來 那裡面的話 大概最後架構 會有這些啦 那請各位 我看完成 完成的畫面 應該也有在這裡面 自己稍微找一下 那我們等一下的話呢 就 分別 來 建立這個 106的 這個網頁 那最後 106 這邊有 1061 這樣子 特別最後 這個最後的 下方就黏一下 這個 然後呢 一樣會有一個icon 然後會有底下的東西 那最後這邊都固定在這裡 那上面可以加一個什麼 加個 Home Home的話就回首頁 好 然後另外這邊可以 有一個下一頁 不過 Home跟下一頁 上一次 上個禮拜我們是有加文字 不過 一般如果說 你不希望有文字啦 因為有的時候你會想說反正看圖你就看得懂了 我幹嘛還要再加個文字 那就有點 太 多餘了 所以 一般你看這個應該可以看得懂嗎 一個加那就回首頁嘛 這個往下 就是下一頁下一頁 OK 那這樣的話字不用放那該怎麼做 所以你一般這邊有兩個按鈕 大概是這樣的效果 怎麼做 OK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然後 第一個我想 一樣 先在桌面上 新建一個什麼 新增一個資料夾 106 APP好了 App 好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後面的動作基本上都差不多 最後其實我們等於是在把上禮拜的東西再做個複習 那差別是說 這一個導覽列 我不是放在上面 也不是放在中間 我是放在下面 而且下面要黏住 要把它黏在上 就是你不管捲動 它反正隨時都會出現 這個我想你們在用很多App應該都有看過 然後下方一律都會出現 那個導覽列 當然將來你說你的一個App裡面 上面有導覽列 下面有導覽列 中間有導覽列 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啊 你高興放幾個就有幾個 可以放連結不同的東西 讓你的App可以 更方便的去 連結到 使用者要連結的東西 這裡的話我想各位先把那個 這個這個題目先下載下來 那待會的話我們要按部就班 一個一個 把那個 有點像把上禮拜的東西再稍微重點回顧一下 然後呢 再產生一個新的一個App 並且也一樣 把我們的這個App傳到那個 這個這個 FoneGap的 網站上 並且幫我轉出一個 如果時間夠的話我們再來講一下有關那個 顏色可不可以變動 顏色當然可以變動 顏色有沒有什麼樣 比較多的其他的變動 OK 這一題當然也可以延伸到那個 Google Map Google Map部分的話 其實如果用那個 FoneGap的方式來做 其實會簡單許多 因為如果用原生的方式來開發 真的非常麻煩 光要去設定那個Google Map的那個 那個V3的那個Key 就設定半天了 而且還不見得可以成功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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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